当谋杀、疯狂、情色、贪婪等字眼和奢侈品哭泣联系在一起 并且冠以真实故事标签时 就问谁能拒绝有钱人的八卦 哈喇喇,我是专马 2006年,雷德利斯科特盯上了 萨拉盖伊富顿的这部传记文学 这个沉沉浮浮百年之久的奢侈品牌 没想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件买凶杀夫的八卦 哪个女人从此被媒体称为黑寡妇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古池家族》 1978年的米兰,一个尘土飞扬的早晨 帕特里奇亚穿着性感小群群去自家的货车运输公司上班 美女登场正在洗车的老司机们立马躁动了起来 欢呼声中,帕特里奇亚硬是把停车场走成了红毯秀 帕特里奇亚虽不是什么名流贵族 但也不差钱,她从小就是爸爸的掌上明珠 也是过着要啥有啥的富裕生活 这样的她钟爱交际,性格热情奔放 夜晚是她的主场 这天,一席红群装面精致的帕特里奇亚 出现在名流云集的化妆舞会上 任务过后,她走向吧台问酒保要酒 这个戴眼镜的似乎男人却说自己不是酒保 彼时的酷气家族已是当地上流 毛里奇亚古池属于富三代 帕特里奇亚瞪大了眼睛 我也没有认出这位公子哥尬住 但对方没有计较,反而绅士地为他调了一杯马提尼 听到毛里奇亚说自己长得像伊丽莎白泰勒 她随即就展开迷人笑容,邀请对方跳舞 然而,这位公子哥对搜索显然十分笨拙 时间一到,就像信德瑞拉一样逃走了 帕特里奇亚是懂为自己争取机会的 她蹲点毛里奇亚在书店假装不期而遇 端庄形象和舞会上的热辣女孩形成反差 毛里奇亚也眼前一亮 不过,她只是礼貌打招呼 并表示自己在准备司法考试 不论帕特里奇亚怎么暗示 愣头亲毛里奇亚都接不到信号 眼看对方要离开 帕特里奇亚主动问道 你不想和我约会吗 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终于,帕特里奇亚期待的那个电话打来了 两人的约会从昂贵的高级餐厅盘讨到路边摊 再到划船热吻 帕特里奇亚的出现为毛里奇亚打开了新世界 毛里奇亚很喜欢这种烟火气 她被这个女孩身上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 很快,两人就到了见家长这步 然而,初见毛里奇亚的父亲 帕特里奇亚就闹了笑话 她把古斯塔夫的《艾迪尔画像一号》生日说成了是毕加索的作品 本来吧,不认识艺术作品怎么的 可偏偏毛里奇亚的父亲是一个文艺老年 眼前这位年于古习却依旧优雅的帅老头就是毛里奇亚他爹 鲁道夫古池 身为古池创始人古池傲古池最小的儿子 鲁道夫手握古池集团50%的股份 他也为哭泣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丝巾是女士们用来凹造型的必备单品 而让头巾墨镜组合流行起来的时尚达人 就是格雷斯·凯利 为了蹭上这位王妃的流量 高情商的鲁道夫提出 想作为演员后辈送他一件礼物 王妃就提出了带话的丝巾 于是一条名为弗洛拉的丝巾诞生了 它由九树花树 植物和昆虫所组成 不论怎么带 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满满盛开的花朵 有了格雷斯·凯利的流量加持 弗洛拉迅速成为古池家的热门单品 也打开了古池的知名度 但鲁道夫的心似乎一直不在家族业务上 他更喜欢自己的演员身份 三人吃饭时也一直在说 自己年轻时当演员的经理 鲁道夫演的那些名不经传的电影 帕特里奇亚自然也没听说过 其实鲁道夫已经对帕特里奇亚 没什么好印象了 但他依然表现得很优雅 并怀念起妻子 当演员最幸福的事 就是认识了同为演员的妻子 遗憾的是 毛里修奥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而鲁道夫也未再去 还记得那幅《艾蒂尔花香一号》吗 他其实是维也纳一个富商 委托古斯塔夫为妻子艾蒂尔绘制的 鲁道夫对妻子钟情 至于儿子喜欢的这个女孩 调查完背景后 他确信这个火车司机的女儿 就是冲钱来的 鲁道夫放出狠话 如果儿子坚持想结婚 那么他的钱一分也不给他 向来乖巧听话的毛里修奥 这次却没有听父亲的话 他根本不在乎帕特里奇亚的出生 即使父亲把他从遗嘱中删除 他仍然要和帕特里奇亚在一起 毛里修奥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没钱没工作 法理学校也还没毕业 其实咱们帕特里奇亚家也并不穷呀 人家还真不是为了钱 跟毛里修奥在一起的 面对一穷二白来到家门口的毛里修奥 帕特里奇亚的父亲也十分慷慨 不但没有棒打鸳鸯 还给毛里修奥安排了工作 毛里修奥很喜欢这份工作 带给他的自由 他和帕特里奇亚的感情急速升温 两人很快就携手步入了婚姻 毛里修奥就这么当上了坠婿 参加婚礼的男方亲友屈指可数 不过毛里修奥并不在乎 他似乎已经告别了古池这个姓氏 过上了新生活 不过古池家族到底名声在外 毛里修奥的婚礼还是上了头条 远在纽约的奥尔多古池看到报道 打了个飞滴就回到了米兰 70年代 富人可以打飞滴走世界 而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能看遍世界 作为一个看片追剧小大人 怎么能被地狱限制了观看呢 像奈飞 呼噜 迪斯尼加这些串流平台 都有针对不同地狱特定的节目资源库 想看的影视剧 刚好在你的所在地不播怎么办 用VPN啊 有了Surfshark 就可以畅游全世界的流媒体啦 比起骗慌 现在可以看的太多 大家是不是更容易有选择困难症 和你们分享一个我的选片秘诀 拿我最常看的奈飞举例 这周韩国聚集榜单TOP1是寄生兽 兴趣不大怎么办 切换IP地址 就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地区的榜单了 查了一下 咱们东亚圈基本就是寄生兽 眼泪女王轮流夺冠 来个原点的 美国 哇 是一部真人秀 真实监狱实验 难道是斯坦福监狱实验那种 有点被种草了呢 Surfshark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只要一个账户 就可以在手机 电脑等全部设备上使用 装置无限制 简介栏有加入链接 使用我的真属优惠码 WASABY 装码 可以获得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以及市场最低的超级优惠 30天可保证退款 这么好的机会 不要错过啦 奥尔多古池是毛利秋奥的大伯 持有古池的另外50%股份 它是品牌现在的实际经营者 也是哭泣走向国际的最大工程 古池在最初的17年里 只有位于佛罗伦萨的一家店铺 后来在奥尔多的提议下 古池从银行贷款 在罗马和米兰开了封店 为了让品牌更有辨识度 它还用父亲 古池奥古池名字中的首字母 变形为古池的双击标志 二战时期 直报的皮革等原材料都十分紧缺 多亏奥尔多脑袋灵光 用印花帆布和经典红绿布条代替 再创爆款 类似的发明 还有同一时期的竹节手柄 在封店开到纽约之后 奥尔多发现美国人特别爱穿乐福鞋 于是他装造性的将几具标志性的 马弦扣和乐福鞋结合起来 让原本休闲的乐福鞋 扁得正式精致 一举征服美国市场 可以说奥尔多不但品味非凡 还是对古池发展贡献最多的人 奥尔多很看重家族经营 一举鲁道夫对经营没兴趣 他就想培养毛里求奥 以周末生日派对为借口 奥尔多给侄子打去了邀请电话 毛里求奥还是挤成了蛮多爸爸的心高气傲的 都做坠序了 他原本是打算栽也不和古池加速扯上关系的 但那天接电话的是帕德里奇亚 他十分兴奋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下毛里求奥想拒绝也说不出口了 也会设在奥尔多的湖边别墅 真是要多好又多好 奥尔多端起酒杯讲起古池的发家时 炫耀祖上是中世纪给宫廷做马鞍的上等手艺人 古池虽然昂贵 但人们会永远记得他的品质 说到这里 奥尔多忍不住要对儿子保罗的穿搭批评几句 就是这位穿着五彩冰封 立志成为大设计师的憨憨 憨憨保罗不甘示弱 说是老爸太过守旧 不愿把古池带入下一个世纪 父子二人每次对话总能不欢而散 这也是奥尔多想扶持毛里球奥的原因吧 在他看来还是侄子品味好 最甜的帕特里奇亚也很讨喜欢 宴会结束后 奥尔多送了小两口去纽约的机票 暗示他们要不要进家族企业帮忙 古池家族到底属于上流阶层 参加过今天的宴会以后 帕特里奇亚心动了 可毛里球奥一副不屑和这帮爱慕虚荣的亲戚为伍的样子 我爷爷明明是在伦敦做旅馆行李员的时候产生的做包的想法 才没有什么中世纪皇室关系呢 但又不过妻子的软磨硬泡 那去纽约看看呗 为了让毛里球奥重回古池 帕特里奇亚主动找到奥尔多 表示丈夫其实对古池的业务很感兴趣 他只是有些自命不凡 现在又和父亲闹得很僵 本来奥尔多就很赏识这个性子沉稳的职责 有意让他接手集团的经营 听帕特里奇亚这么一说 他所有的顾虑都放下了 马上安排毛里球奥了解古池的业务 甚至带他参观转工古池皮革的养殖场 介绍皮革的生产工艺等等 回家后 帕特里奇亚继续给不思进去的丈夫做思想工作 鼓励他跟着大伯好好干 但毛里球奥认为 天天跟火车打交道也挺好啊 还说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对于帕特里奇亚所说的伟大的事业 他完全不感兴趣 眼看劝不动 帕特里奇亚只好拿出杀手锏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毛里球奥终于答应回古池工作 在奥尔多的安排下 两人在纽约裹上了一只千斤的生活 搬进了能俯瞰整个麦哈顿的大平层 帕特里奇亚更是实现了古池自由 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一切 与此同时 韩汉保罗也去找了叔叔鲁道夫 既然自己的亲爹和毛里球奥搅合在一起 他也要去请叔叔支持自己的设计 但鲁道夫看过保罗花花绿绿的图纸后 直言他没有天赋 这话说的也够损的 但人家毕竟出过作品有底气 鲁道夫指着桌上的花卉方巾 让保罗好好学学 1976年 帕特里奇亚生下了一个女儿 同时小两口还收到了鲁道夫病危的消息 时间早已冲淡了父子间的嫌隙 小两口带着刚出生的女儿看望鲁道夫 当他听说帕特里奇亚给孙女取名为亚里山德拉时 他激动不已 这是他钟爱一生的妻子的名字 病入膏肓的鲁道夫终于放下偏见 接受了儿子的婚姻 1983年 鲁道夫因病辞世了 毛利秋二作为独子 继承了父亲的所有财产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鲁道夫死前 没有签署任何股份转让协议书 这意味着毛利秋二需要先缴纳 140亿里拉的遗产税 按照80年代 一万里拉约等于39块人民币换算的话 这相当于546万人民币 比我想象的小很多 一时也不知道 这对80年代的巨富们来说 是大钱还是小钱了 不过富豪兜里比脸干净 只有资产没有现金 而且这遗产也还没到手呢 反正这笔钱是给不了的 律师建议他卖掉一部分股份 毛利秋二正准备请律师 推荐几个买家 却被帕特里奇亚打断了对话 态度强硬 要求推迟处理 因为他并不信任这位律师 而且不就是一个签名的是吗 其实早先他在父亲的 火车运输公司负责财务时 就经常模仿父亲笔记 帮忙签支票 于是 帕特里奇亚故技重施 顺利让毛利秋二免费拿下了 股持的50%的股份 随后 毛利秋二居家搬到纽约 正式参与股持经营 在奥尔多安排的豪华办公室里 夫妻二人跃跃欲试 准备一心一意搞事业 就在这天 帕特里奇亚发现 自家的佣人竟然也用这一款 股持竹节包 一打听才知道 假货市场上 花29块9就能拿下高房股持 帕特里奇亚怎么可能看 股持烂大街呢 他立刻横扫一批假货 摆在奥尔多和毛利秋二面前 希望他们能处理这些 损害股持商誉的盗版 没想到 奥尔多似乎并不想杜绝盗版的泛滥 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都活在拥有股持的幻想之中 那无疑是对股持最好的宣传 而真正的有钱人 也不会去买这些地摊货 不愧是带领股持 走向世界的营销鬼才 最后 老爷子还不忘敲打一下帕特里奇亚 声明 股持是他打下的天下 他不需要擅自插手 这个仇 帕特里奇亚记下了 他在老公面前 吐槽奥尔多一派 拖累了股持的发展 应该早点把他们踢出去 原本毛利秋二也是个 顾及亲情的人 可在此之前 他恰好参加了竞争对手 范思哲的一场时装秀 宴会上 一个年轻设计师 当面计讽股持传统守旧 像是一部廉价的歌剧 毛利秋二意识到 如果再不寻求改变 股持真的会被埋进历史的沙堆 想要拥有话语权 就必须独掌股持 恰好 这时奥尔多 将他股份的一小部分 分给了儿子保罗 帕特里奇亚立马召集律师商量对策 他认为拉拢保罗是最好的办法 然而律师却强声说 他不是古池家的人 阴阳他不该参与这些事 帕特里奇亚哪里受得了这种气哦 当场就回对律师也是局外人 呆在古池居心勃测 为了证明自己 他很快就找上了大伯家 这个不太聪明的傻儿子 对着保罗的设计 一顿点赞投币加收藏 这夸得保罗晕头转向 都怪你老子有眼不识泰山 埋葬了你的金氏才华 如果能把他踢出局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在古池旗下 经营自己的产品线的 此时的毛里求傲 虽然有都长古池的野心 却没有踢大伯出局的决心 可听到帕特里奇亚 已经自作主张把这件事谈了一半 他口闲体质症 亲自出面拉拢保罗 很快尔尔多就被儿子坑了 因为海外税务问题 被判入狱一年 卖完老子 本以为自己就要走上设计师人生了 但很快 保罗的设计梦也破碎了 精心准备的T台秀 被警察突然叫停 原因是 古池公司控告他侵犯版权 事情是这样的 保罗自己设计的产品 也沿用了古池的版权元素 他想着 俺野心古池啊 怎么就不能用了 没想到 是被毛李秋奥夫妇摆了一刀 被亲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保罗深受打击 他找到毛李秋奥夫妻 指责他们背信其义 发泄完情绪 保罗又开始请求毛李秋奥 放他一条生路 以为他没钱赔偿 侵权的罚款 但毛李秋奥这次没有心软 反而提议保罗 把股份卖给他们 看清真相的保罗愤然离场 发誓 即使看着股池衰落 也不会让他们诚心如意 在他的努力下 毛李秋奥伪造签名 逃遗产税的事 也被捅出来了 不过毛李秋奥可没乖乖等着被捕 在金融警察上门前 他骑着摩托车 逃到了隔壁瑞士 躲到滑雪深地 圣墨里子 吃喝玩乐 家庭律师文讯赶来 私下询问帕特里奇亚 伪造签名是怎么回事 帕特里奇亚伤心贵伤心 可一到关键问题 他整个人立刻清醒过来 仔细想想 鲁道夫忘记签名这件事 应该只有他们夫妻 和律师三个人知道 律师泄密嫌疑很大 虽然嘴上没有说破 帕特里奇亚即刻把律师划入黑名单 并且把伪造签名的锅 甩给了保罗 这边电影里虽然把锅按扣到了律师头上 现实里确实是保罗举报的 要不怎么说他大意灭亲帝一鸣呢 另一边在度假村 毛李秋奥意外邪候了旧游保拉 两人不但相谈甚欢 还同抽一只烟 而对于刚刚逃到这里的妻子 毛李秋奥的态度十分冷淡 还在餐桌上夺子拆帕特里奇亚的台 晚上帕特里奇亚提醒老公注意防范律师 但毛李秋奥却反起了旧账 指责帕特里奇亚从前编排他的家人 搞得他们彻底决裂 现在又怀疑他父亲身前最信任的律师 总之毛李奇奥已经厌倦了帕特里奇亚的控制 和他对骨池经营的染指 帕特里奇亚没料到丈夫居然把问题都归咎到自己身上 他气急败坏 大骂毛李秋奥就是个无能弱小的白痴 夫妻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帕特里奇亚很快察觉到丈夫和宝拉之间的暧昧 毫不客气地警告狐狸精自重 可毛李秋奥的心已经收不回来了 他对帕特里奇亚的爱已然退去 现在帕特里奇亚对他而言 就是只温温作响的蚊子 于是他强行将母女二人送回了米兰 两人就此分居 离开了帕特里奇亚 毛李秋奥仍然继续着夺权之路 既然大伯那边不可能把股权卖给自己 他就联系投资集团 希望借对方之手 帮自己拿下股持另一半股份 为此还送了对方一双限量版的鞋 这时候耳朵也出狱了 见到儿子穷困潦倒 妻离子散 他也忍不住心疼起来 可他没想到儿子给他的惊吓还不止一个 原来保罗因为生活贫困 已经卖掉了自己在股持的股份 别看只有3% 但已经足以让他们家 丢失掌舵股持的机会了 真的被傻儿子坑死啊 也许是一年的监狱生活 让上了年纪的阿尔多心灰意冷 不久之后 他也决定将股份卖给投资集团 然而就在签约时 老狐狸阿尔多一眼认出那款独一无二的骨吃鞋 除非他们自家人 一般人不可能搞到的 幕后操盘手毛里秋奥不得不现身 毛里秋奥夺权的算盘被揭穿 阿尔多气愤不已 这个野心勃勃的侄子 居然为了权力 勾搭外人挂粉骨吃 但是 马归骂 现实所迫 他没有还手的余地 最后还是只能签字变卖股份 说起来 阿尔多父子两人的结局也是挺悲惨的 阿尔多在1990年死于前列腺癌 保罗于1995年 在伦敦因贫困而死 说起来 保罗的股份也卖了不少钱 但这个憨憨 就是吃了衬托 铁了心 要创立自营品牌 一股闹把钱丢了进去 晚年 他还因为无力支付 前期高额的赡养费坐过牢 最后客死他乡 实在唏嘘 至此 毛里秋奥成为了骨吃新掌门人 鄙视的他春风得意 开始和保罗出双入队 住豪宅 买豪车 花钱如流水 另一边 帕特里奇亚则收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虽然协议能保障 他和孩子继续过优渥的生活 但这口气 帕特里奇亚可吞不下去 他拒绝签署离婚协议书 无数个深夜过后 帕特里奇亚终于在豪宅外 赌到了一次丈夫 他哭得梨花待遇 带着记录两人美好时光的相册 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 但毛里求奥没有丝毫怜悯 坚持要离婚 挽回丈夫失败后 帕特里奇亚找到了灵媒闺蜜素苦 这姐姐可是帕特里奇亚的忠实簇拥 有事没事就替帕特里奇亚占卜辟邪 这两人一合计 觉得毛里求奥这个渣男就是忘恩负义 当初可是帕特里奇亚帮他颤出异己 大公告成 现在却抛弃弃子 独占骨痴 帕特里奇亚怨念丛生 忍不住打电话骚扰诅咒毛里求奥 毛里求奥只觉得这个女人疯了 并没有过多留意 谁能想到 此时的帕特里奇亚 已经在灵媒的帮助下 联系到了两个杀手 扔下三一里拉的定径后 帕特里奇亚叮嘱他们 做得干净点 与此同时 掌权后的毛里奇奥 大刀阔斧 对骨痴进行了革新 皇天不负有亲人 他还真靠挖墙角 发现了宝藏新人汤姆福特 这场由毛里奇奥 推动的新一季骨痴秀顺利发布 新瑞设计师汤姆福特 一举成名 传统的股痴也成功转型 走上了潮流尖端 然而 这时的股痴依旧是 叫好不叫做 销售数据并不可观 再加上毛里求奥 花起钱来随心所欲 挪用公款吃喝玩乐 股痴早就陷入了财务危机 这自然触动了 其他股东的利益 他们要求毛里求奥 半掉股份 把股痴交给专业人士经营 而股东们推举的新CEO 居然就是毛里求奥 最新人的律师 毛里求奥觉得又气又好笑 没想到这点 还真让帕特里奇亚说对了 不过最终 无理经营的毛里求奥 还是接受了投资人 1.7亿美元的买断钱 将持有的余下股份 卖给投资集团 股痴家族与股痴的联系 至此彻底终结 讽刺的是 脱离股痴家族的股痴公司 一路开挂 1995年 股痴正式上市 在那位律师 多米尼克·德·索勒 和汤姆福特的领导下 股痴最终在奢侈圈 坐稳了位置 1995年3月27日 距离毛里求奥卖掉股痴 已经过去两年 他看起来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就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 办公室外的台阶处 他被人开枪打死 也就是帕特里奇亚 之前雇佣的杀手 这一天 帕特里奇亚 也含泪在日记上 写下了天堂二字 不过咱帕特里奇亚 心心念念的 还是古痴家族 那有名有望的生活 葬礼过后 帕特里奇亚 立刻带着女儿回家 把小三宝拉 从别墅赶了出去 帕特里奇亚 也没能逍遥法外太久 两年后 帕特里奇亚被捕 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29年 而协助他行凶的林梅 和另外两名杀手 也被处以重刑 直到法官宣判的 最后一刻 帕特里奇亚 依旧拒绝斩断 他和古痴这个名字的联系 这部古痴家族 由老雷雷德利斯科特指导 上映于2022年初 步入晚年的老雷 三年拍三 属师高产 往前属一年 有讲述中世纪决斗文化的 最后的决斗 而二三年下半年 则上映了拿破仑 最后的决斗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卢生门市的编排 看得人津津有味 拿破仑则人物照进现实 遭遇了口碑票房 双重滑铁炉 而今天的古痴家族 原篇两个半小时的 平铺直序稍显冗长 但名流家族的真实八卦 到底还是容易激发人的窥探欲 光是黑寡夫买凶杀夫 这一个噱头 就让人好奇不已 只是不得不承认 以史诗剧作文明的老雷 在创造史诗传记上面 越来越乏力了 影院从70年代 一直拍到了90年代 制作费高达7500万美金 平平的故事 最终能收获 1.52亿美金票房 勾血的原型 和卡斯曼的 整容级表演功不可没 演员们为了贴近原型人物 可谓是费尽心机 除了全员意大利散装英语 还要从头装到尾 老司机亚当·德莱夫 戴上眼镜后 一抹微笑 就把害羞儒雅的贵公子 刻画得入目三分 嘎嘎的装造 一整个帕特里奇亚翻版 完全拿捏人物前期的 华丽妩媚和后期的神经质 杰瑞米·艾恩斯和阿尔帕西诺 两位影帝的表演更是没得说 一个爱艺术的文艺老年 一个精明商人 居售偷租间完美复刻了 古池家族两位中流砥柱 不够看那不够看 当然最辛苦的还是来托少爷 一个不老吸血鬼 便装成大富翩翩的秃头大叔 反正我是没认出来 除了看大咖标系 本片还有一大看点 是出现了许多现实时尚界的名人 咱们不关心时尚圈的 可能并不会一眼全部认出 但说出来了 又会有一种哇哦的感觉 比如奥斯卡影后索菲亚罗兰 曾短暂的和阿尔多 出现在纽约的古池门店外 香奈尔的老佛爷 卡尔拉格斐 亲着自己爱猫 出现在1983年的 范斯哲大秀 如今还活跃在 时尚前沿的汤姆福特 当年的小生 靠着古池一炮而红 并且带领古池走向新生 时尚女魔头 安娜·温图尔 在古池策划革新后 亲自出面采访毛利秋奥 摄影师李察·阿维顿 则为毛利秋奥拍摄宣传照片 因为这位摄影师的招牌 就是熊猫色 所以影片中的画面 也是黑白风格 虽然这些角色 出现的时间不长 但从茫茫人海中 找出他们 还是挺有趣的 古池家族的故事 是富不过三代的 最好诠释 现实中 他的狗血程度 个人感觉比电影还高 我宁愿坐在豪车里哭 也不要在自行车上笑 居然是帕特里奇亚的名言 下面我就结合 现实里古池家族的八卦 再把几个有意思的 电影为了集中矛盾 加速推动剧情 对古池家族的成员 进行了精简 现实中 创始人古池奥古池 和他的妻子艾达婚后 育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其中一个儿子早要 也不知道是 那时候意大利的传统 还是古池奥这个人 太重男轻女 反正他分财产的时候 一毛钱没给女儿 凭分给了活着的三个儿子 瓦尔多 瓦斯科 鲁道夫 二儿子瓦斯科没有子嗣 此后他的遗孀 就把股份平均 卖给了瓦尔多和鲁道夫 这才有了电影里 我们看到的 两兄弟五五开 前面我们也说过 瓦尔多对古池的 全球化发展 立下了汉马功劳 弟弟鲁道夫呢 主要贡献只有花卉方金 论功行上的话 瓦尔多确实应该拿多点 不过如同电影里讲的一样 这两人是胸有弟公 感情非常的好 问题就处在了 古池第三代上面 当时 毛利乔从父亲那里 继承了50%的股权 而瓦尔多 则分了部分自己的股份 给自己的三个儿子 电影简化后 就只保留了 那个最坑爹的保罗 电影里保罗的故事线 和现实基本一致 他的骚操作 也是家族 失去古池品牌的关键一步 毛利乔被他举报 躲到瑞士以后 花费大量钱财提起上诉 两年后被判无罪 但这段躲躲藏藏的时光 也让他失去了 对股池的实际掌控权 为了夺回权力 他通过摩根银行 联系到投资团 InvestCorp 在他们的帮助下 毛利乔奥拿到了 保罗手中3%的股份 大局已定 尔多无力回天 最后也把股份卖了 失去股池两年后 尔多郁郁而终 不过 保罗和毛利乔奥的恶斗 还没有结束 保罗认为 自己虽然没在股池工作 但他也信股池 所以他的自营品牌 有权利用股池这个名号 于是 毛利乔奥提起诉讼 试图把保罗推向破产 同时 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也开始和他展开离婚大战 双重打击下 保罗一败涂地 接下来 毛利乔奥也因为财务问题 离开了股池 除了股东们逼宫 还有他自己压力过大 我看到他在哭 我看到他在怀疑 我看到他在怀疑 我说 把这屁股放下来 然后忘记这个事 辞去古池总裁职位两年后 毛利乔奥就被射杀在米兰的办公室门外 听说真实的现场 可比电影描绘的那个宁静早上 激烈很多 因为真实的帕特里奇亚更加疯狂 他简直是抓马中的抓马 抓马人的偶像 现实中 帕特里奇奥与毛利乔奥的感情 和电影中描述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比如帕特里奇亚遇到毛利乔奥时 年轻貌美 身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 能嫁给毛利乔奥 并非电影表现的那样处心积虑 电影里的帕特里奇亚非常强势 是个社交达人 似乎一手推动了毛利乔奥的夺权 真实情况却无人知晓 唯一能确定的 只有帕特里奇亚的确痴迷于金钱和权力 帕特里奇亚加入古池家不久 就挥霍掉了2亿美元的家产 毛利乔奥还曾为他买下过一条54米的船 继承了家族财产的毛利乔奥 给了帕特里奇亚梦昧以求的生活 毕竟帕特里奇亚对于幸福的定义是这样的 比起说爱毛利乔奥 他最喜欢的恐怕是古池夫人这个头衔 带给他的虚荣感 帕特里奇亚自己说 丈夫继承股份重返集团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于是就出现了帕特里奇亚打脸丈夫名场面 当毛利乔奥被控告伪造签名时 作为妻子的帕特里奇亚 居然当着媒体的面承认毛利乔奥有罪 说他应该被送进监狱 帕特里奇亚一直在努力维持古池夫人这个头衔 1985年毛利乔奥离家后 过了九年帕特里奇亚才同意离婚 离婚协议说他不许再使用古池的信使 他当然也没有遵守啦 隔年传出毛利乔奥要赢取宝拉的消息 出于嫉妒和担心自己赡养费减半 帕特里奇亚雇佣了杀手 这里还有一件非常抓马的事情 据说帕特里奇亚没有亲自动手 是因为觉得自己瞄不准 帕特里奇亚还是个日记爱好者 也多亏这个爱好 我们能对这场杀妇案一窥究竟 他在谋杀发生时间前 写下没有什么犯罪是钱买不到的 谋杀当天又写下天堂 这不四舍五入留下了定罪证据吗 更搞笑的是 在毛利乔奥死后 他因为过得太开心 忘记给凶手尾款 最后也是因为凶手去讨债 才被逮捕 在复兴18年以后 2016年10月 他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 出狱后 他依然享受着毛利乔奥之父的赡养费 每天顶着只鹦鹉 shopping shopping 不得不感慨 现实居然比电影抓马这么多 虽然感觉现实更狗血吧 但现实里的古诗家族后代和帕特里奇亚 反而先后表达了对电影歪曲现实的不满 但是谁更抓马还真的不好说 老雷和嘎嘎在采访中曾明确表示 他们对人物赋予了新的理解 说希望最后的谋杀是爱恨交织的 帕特里奇亚是在被逼之下才选择买凶 电影把帕特里奇亚塑造成了一个贪恋权力 但有勇有谋帮丈夫夺权的野心女子 后期被毛里丘号抛弃之后 又变成了一个沉迷算命的爱的舔狗 挽回不成就咒骂扎小人 最后恼羞成怒买凶杀夫 然而看现实里的影像资料 帕特里奇亚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个小公主 不论是年轻时候的万人迷交计划 到渐渐迷上古车家族的名声地位 还是近年他带鹦鹉出街的路透照片 这奶奶烟谈局之里透着一股迷之自信 天哪 他的所作所为明明那么离谱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来领奖的呢 显然电影里的他性格更复杂 某种程度倒是把毛里丘号洗白了 前期夺权由他主导 后期情绪不稳定成封批才被抛弃 就仿佛那些冷酷选择都和毛里丘号的意志无关 实际上毛里丘号在父亲的过度保护下长大 养成了腼腆规矩的性格 父亲的去世让他长久压抑的自我需求开始疯涨 这下有了后面的夺权古池事件等等 古池家族的没落还真不能全怪帕特里奇亚 豪门黑寡妇的诞生 从故事层面看更有戏剧性 女人沉迷纸醉精迷名利长 由爱生恨得不到就想毁掉 从万千宠爱滑落尽欲望深渊 看原本的人生赢家这样跌落竟然有点爽 人们喜欢塑造黄烟祸水 但别当真 咱们图一乐就行 按个赞再走呀